施工机具正在校园外的通学步道进行施工 将原本大块的地砖移除 铺设水泥铁丝网打底之后 再重新铺上小型的地砖 之前就是因为路数窜根 造成地砖隆起路面不平 学校和家长都很担心 学生行走容易被绊倒 在施工之前在人群道也有跌倒 我们当家人当然也会很担心 现在看到有这个工程在进行 我们也是觉得说 政府还有学校都蛮用心的 要顾虑群人的安全 那我们现在都是用的 比较小型的一个连锁的砖道 保证人形比较安全 那这下面的铺面 我们也做了加强 那期待这个能够使用20年 让民众都能够非常的 有一个很好的用路环境 不过因为左营国中通学步道 第一阶段的施工期要到9月底 学校8月底就要开学了 因此在开学之前 学校也加强通知学生和家长 将接送区变更到校门口 施工范围外也另外增辟了临时人行道 希望能够减少施工造成的不便 绝对是兼顾到新人的安全 所以我们在工程的内侧 有一个安全护理 那在外侧也有钢制的安全护理 那人行在里面它可以双向对通 那其实我们有制作纸本的通知单 那让小朋友贴在联络簿 让家长先知道说 在施工期间我们的接送区会在哪边 先跟家长建立一个默契 那我们在施工后呢 我们也广邀校内的导户志工 协助引导 学校基本上都会有导户在早上或下午 那所以我想只要大家多注意点 应该都是非常安全 学校对面都有规划了 那大概就是它会往 就是我们就是比较接近 学校中间的腹地这边集中这边 而第二阶段的通行步道施工 还会接续进行到博爱路 左星图书馆和立大路 学校也会要求施工单位降低施工噪音 减少对学生上课的干扰 我们第二阶段会开始施作 博爱路跟立大路的部分 但是这三者全部都会在年底完成 那我们希望分批完成 让民众的使用 他所受到的冲击 还有学生上下学的人流 他所受到影响降到最低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分流的措施 因为我们工程重机区的施用不多 那基本上 而且距离教室其实蛮远的 所以基本上他的施工 并不会对教学造成困扰 学校大部分都会利用暑假期间 进行校园环境的改善工程 开学之后工程难免还会延续 只要做好学生上放学时 大量进出的交通规划 就能够避开施工造成的影响 记者 类传帮高雄报道